OK欢迎大家来到周二晚上悉尼办公室的网课 今天跟上周一样给大家做一个复盘和这周的解盘 先去还是讲外汇 股票的话后面大家就直接问吧 因为我也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股票的解盘方式 上周跟大家说了一些我自己的做单方法 然后给大家分析一些盘面 然后我先说一下风险提示 我们的金融牌照号是254963 然后今天的建议都是一般性建议 接着刚才的说上周给大家做了一些市场分析 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单子 是根据我自己的分析用此以上户去做的 一周多的时间 然后是将近一万澳币的利润吧 基本上是做了黄金 澳纽 棒系 然后欧美这样的几种货币做的品种并不是很多 大概是百分之八九十八七八十正确率吧 就还好 然后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单子是怎么做的 等一下 还有MT4 小等 还还MT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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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下黄金 黄金先看一下第一单 第一单是在1502到1481 10号 10月10号左右 应该是这天吧 对 我记得很久之前就跟大家分析过 当时线还没有走那么远 对 当时应该是在这画的 所以我就利用这条趋势线 等黄金从这边下破之后 回踩到趋势线附近做了一个空单 首先是看周线图 月线图 月线图9月份的时候收了一根很长的阴线 这根基本上就判定到黄金可能在10月份 10月都是一个偏空的一个像从上往下做空这样的一个趋势来做 然后再换到周线图 周线图的话当时应该是在 这根K线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9月22号的K线是一个从上往下趋势线破位的这样一个倒垂线 之后是一根红色的向上和向下震荡比较长的一个震荡的趋势的线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引线然后顶到趋势线的上方 然后以下引线的话往下拉是形成了一个下方的一个破位 所以说当价格再次来到这附近的时候呢 等于说就红色高点附近的时候在1516到1508之间我都是以一个做空的态度去看的 所以说当时是在在多少又忘了 1502位置比一般吧 应该是这根线破位之后做了一个空单 拿到了81就还好 3000一手3000多 每家当时在1.327附近做了一个空单 这单是止损掉了 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1.327我可以在这做的 应该也是根据比较老的一根周线 是这一根9月1号这一根周线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周期 大周期的话是6月1号这一根周线 6月份这根月线非常的长 所以说你可以画一根简单的趋势线拉下来 高点是往下降的 然后同时呢周线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倒垂线 垂头线 所以说当时我就判定这一根线上方的阻力肯定是非常的强劲的 可以画一根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但是呢当时价格来到这的时候 因为又走了好几个月嘛 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下破 所以我当时在这里并没有敢入场 然后在日线级别呢 这里又形成了一次破位 所以我才敢在这1.327附近做了一个空单 当时觉得位置还可以 但是居然会打了止损 没有打止损的时候自己关掉了 走了不到10个点我就关掉了 因为当时我的这个仓位比较小 这个账户我是4000块钱开始做的 现在是13000多 但当时的话4000块钱我拿了三四手 所以仓位比较紧张 应该是因为仓位的问题把这单关掉了 但实际上看4小时的话 其实就是在在这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间点做的 然后打到这我就 因为仓位压力关掉了 但实际上后来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 现在的话已经没法继续做空了 看起来 OK 再看下一个单 奥牛就不说了 这个没什么意思 然后黄金的话跟刚才理由一样 是在高点做空做了8块钱 一手是1200多 欧美的话 说真的傍日吧 傍日的话是135.7 到138.3 这个单子还可以 点数比较大 那只能用日线来看 135.7是什么位置啊 就是我划线的这个位置 还行 做到138.3吧 记得是 还好 做到这 这是250点的利润 呃 当之前跟大家讲过 一个多单 应该就没有什么止损 没有什么浮亏 然后做到这 呃 做到这 听起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英国要退欧的呃会议 所以当时的话 理论上判断应该是英镑 镑系货币会涨 但是我不想冒那么大风险 呃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傍美 傍美当时在脱欧的时候 是在16年的这个位置 当时脱欧的时候 明显是一个很下 非常往下跌的一个行情 一天跌了1000多个点 2000个点 但即使是这样的字呢 他是先向上跳空了 将近500个点 所以说当时很多人在这边做空 很大仓位 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被棒的一次向上跳空 全部把止损拉爆 所以当时我害怕这样的一个行情出现 因为我的仓位也不大 所以我就先暂时关掉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冒特别的高的风险来做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子 留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双底的商破回踩 然后继续做单 是邦日 都没问题是吧 然后欧美的话 在1.103损利单 看一下 这个上次分析的线还在这 基本上上次是在这 然后踩到这 还行 分析的差不多 1.103是在哪 怎么 1.10 基本上在这开的单 然后是在1.099 就是正好在最底下止损了 这个单的话应该当时也是因为仓位比较小的原因 然后我把止损放得特别浅 然后就扫掉了 理由一样 理由不一样 理由这个是 叫1.23法则 就是一个下行趋势之后 一个向上的破位 把这条趋势线打穿 打穿之后到这 我在这做了一个多单 但是止损的话 理论上应该放在这条 低点趋势线的再往下放一点 应该我放的就太极限了吧 所以说在最下面把我扫掉了 然后往上走了 100多个点也还好 所以损失也不是很大 但当时的话 这单正常来说不应该止损的 就这个确实做得比较稠 又做了一单黄金 1485到1481 这个也是理由一样 就不说了 欧邦的话可以说一下 邦日也不说了 邦日又在138下来又做了一次 欧邦 我看一下位置 0.869到0.865 这个单做的很很短 0点 这么低 0.86都忘了 在这座的 那就应该是小周期级别 对想起来了 当时跟大家说过了 首先是周线 这一根周线往下拉 这一根 10月6号这一根非常的明显 然后它又一次往下拉 拉下来之后形成了一个破位 破位之后在日线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条线 这一根红线 就是一根下形的很长的阴线 往下跌 红线貌似是指跌 出现一根阳线 但是又往下跌了一次 所以说这根红线可以看作一个趋势 转换的一个位置 等于说支撑和阻力是在这里有一个互换的 所以说我就在这个红线往下方的位置 在这座里一个空单的挂空 应该是当时挂单 挂到之后正好就挂到 然后在下面出现了一根十字星 然后当时又是英镑要 那个什么决议 脱欧决议 然后就关掉了 所以点数也不是很大 但总体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比较避开基本面数据来做的 因为不想拿那么高的基本面市场的 基本面分析的风险 但同时收益还可以 手数也不是特别大 一手这样来做 而且浮亏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间接证明呢 其实技术分析 price action的这样的分析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 大家可以截个屏看一下 然后今天给大家先分享之后的市场吧 上周的话 美元跌的非常凶啊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我在这画的两个 像天线一样东西 这个阻力非常强 然后跟欧美相对的嘛 这条线也是上周化的 打穿之后呢 一根 又是一根红线 支撑阻力转换 然后在这打穿了一次 然后又拉下来了 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去 再去继续追空了 因为这样的航行非常大 然后你继续追空的话 可能先正好赶上一个反转 一个很大的回调 所以说我基本上不太建议在这去追空 同样的呢 欧美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可能是一个会出现比较多回调的一个日子 画一下 欧美就连接一下这个高点 这两个低点 同时这里有一条引线达到 然后在这正好是一个趋势线的下破 等于说创造高点能力并不太强 然后同时可能会往下跌比较多 是一个回调性的跌 会跌比较多 有可能啊 因为其实抄顶抄底是比较 预测翻转是比较难的嘛 但是就是这样判断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并不怕打脸 打脸也没所谓 所以说可能欧美短线的话 可能会想是在回调的时候呢 我尝试一下短暂的空单 然后失败的话就在这止损 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可能就在这附近 在这止盈吧 四五十个点 并美也是一样 并美的话基本上 就比这条趋势线就更明显了 基本上是在这嘛 在这画一条趋势线 然后在一小时内可以看到 几次都是在这去测试的 然后现在 现在下破之后呢 出现了一根又是十四字星一样的 K线 我可以基本上认为 它是一个下破之后的回彩 所以说可能 今天英镑稍微 并美稍微看空一点 但并不会特别长 因为周线实在是太强了 对 但是今天短线还是比较偏空的 有客户问黄金啊 黄金其实今天我不是特别确定 因为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每日 每日的话 我画掉趋势线 把这个指标拿走 这样子吧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趋势线 基本上是 从这个点开始画 这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开始的位置 然后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连到这个第一点 我觉得可能每日今天会往下跌一点点 跌到这附近然后再往上回调 而继续往上走 同时可以看周线的话 其实是比较强的 两周之前10月6号 这一根周线是非常长的一个吞没的形态 然后这里是一个上引线比较长的十字心 但是我认为这个十字心 可能是更偏向于一个上 短周期的一个上破之后的回彩 所以说引线比较长 然后收在这 所以这周呢我还是认为可能 嗯 每日更偏多一点 所以说黄金呢我还认为稍微偏空一点 嗯 等一下有问题 黄金1485的空单 85 嗯 有点偏低啊 但止损的话 我觉得可以设置在 1497附近吧 我觉得再往上就没必要拿了 也就是这条日线的上方 这根日线的上方 但是如果说黄金能继续往下接的话 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里的话 呃明显的 高点的下降 然后低点的 低点的下降 所以说空间比较大 而且这里跟K线还是比较偏空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再拿一下试试 不行的话就止损了 嗯 大家还有什么喜欢做的产品吗 我看一下 因为我一般就做这么几个 做的产品实在是不多 白银啊 白银我看一下 嗯 白银最近的话 当时我画了这样一条 这样两条趋势线 当时以为是一个通道 但是后来的话 看小周期已经走出通道了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是在一个低位中 中间位置震荡的一个行情 就是在这附近 嗯 17.16到17.887这中间来回走 嗯 确实是不太好做 我觉得可能还是以高空和低多 可以双向去尝试一下吧 但保险的期间还是说 等白银价格走出这两条 水平线之后 方向明确之后再做 现在的话 我觉得很难拿捏得住一个长期的方向 短期的话 现在卡在通道 这条通道中间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嘛 所以说 没有什么操作的机会 以我的方法来看的话 可能别的方法会有吧 对对 然后顺便再看一下股票吧 大家都比较喜欢做股票 嗯 上周大家问了几个股票 哎 apt可以看一下 after pay 就确实跌得比较惨 周线拉下来 然后打穿了两条 支撑位 所以之后可以在31.5 31.556附近尝试一下去空它 嗯 这个是完全根据技术面来判断的 基本面的话 我不太会看 因为股票的估值的话 很确实比较复杂 每种模型 然后都各有各的理 然后公司的意识的环境也在改变 所以说我基本上不是特别看 然后上周大家问了一个awc 就是当时我给大家画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目前还没有突破 当时我说的是突破趋势线以后 在在行定夺 在看走什么方向 现在还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股票行情确实比较慢 然后这个是APX当时有客户问 当时我就说这个图形跟欧棒的很像 给大家看一下欧棒 对啊对啊 欧棒就基本上一模一样嘛 对啊 就日线都是这个是周线啊 都是两根阴线拉下来分别几次破位 然后现在回踩到这 当时应该跟大家画的就是这里的线 23年237附近做空 现在稍微往下跌了一点点 但我估计空间还是还是有的 还是可以继续跌 对啊 正好打在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图形是非常规范的 嗯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这样子 还是比较偏空的 如果你是多单的话 可以可能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解套了 而且月线的话就更明显了 月线的话 这个应该很早就能看得出来的 当时收了前一根月线 这是9月份的月线嘛 可以看到之前这里有一波很大的涨幅 但是呢 这一根两根月线把涨幅全部收回 甚至还往下跌了一点点 也就是在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的话还在这个位置以下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往下跌的 就是纯技术面来看的话 如果他有什么利好消息被收购的话 那个我就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还有什么 NCM NCM的话当时有客户问 现在走成这个样子 嗯当时也是画了这两根 这两根先画的不是很标准啊 现在画一下 应该还是没走出这个这个通道 上边下边都还在通道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等价格走出来 但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这根线收线 也不好说 还是得能打破 打破之后的话 有可能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继续下行的话 在这突破 然后 在这回踩 然后再继续 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去做空了 行了 大家就没问题的话 今天的 呃就差不多 外汇的话 大家可能做的也不多 股票的话 我做的又不多 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股票 其实可以看一下原油 原油好像最近还可以啊 我们公司油叫USO 油的话呢 这个位置就比较强 在51附近 价格很多次测试 形成了很多次 引线的向上拉升 测试后向上拉升 所以说如果油一单价格 能跌到这附近的话 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比较 中长线的多单的 目前的话 要看今天收线 如果能打上来的话 就比较好 可能就能确认这一步能拉上去 尤其是日线的话 这几根线还是比较漂亮的 对 这附近 如果这个位置能撑住的话 其实就能还能继续往上 SBM 嗯 嗯 哦天 sbm这个图 这个大助器的线太少了 目前的话 只能根据这么点图来看的话 是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 之前也很 之前基本上快历史低位了 周线的话 目前都是一二三四四五周的连跌 然后日线的话 也都是比较偏空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做多 目前 除非你是喜欢抄底的那种 类型的交易者 两块五 我觉得没有办法操作 可能可以试一下抄底 但是抄底的话 一定要把止损放好 就放在类似这个为止 这是谁做的 测试 谁做的单子 2.4附近 我觉得还算make sense 这个单可能还可以 但是要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可能周线要两三根 才能上的去 这附近 这就是要十几个工作日 OK 那差不多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周 新的还有一个活动 不对 是下个月7号 就还是之前举办过的一次 这个活动 我们再连续搞 就是我们找一天工作日 排名在动的时候 把大家请过来 六七个人 都是已有客户 进行一整天的培训 上午呢 是讲一些交易的 入门的理念 比如说什么是外汇 什么是股票 然后怎么去做多 怎么去做空 怎么去开仓 关仓 然后怎么算盈利和止损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推送服务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号推送群 我们做了什么单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如说 我们自己有一个账 十万块钱的账户 然后一旦我们下了一单 就会在群里面推送一个新号 说我们做了这个单客户 可以去跟 也可以选择不跟 或者说作为一个参考 都是不错的 然后呢 中午就一起吃饭交流一下 下午的话 我们会讲一个 我们的交易的体系 是比较简单 可以去 可以去 比较容易复制的 就是一个机械化的交易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去利用这个程序 模式化的一个信号 去一直开关仓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交易系统 这个是由Johnny老师来讲的 他是一个EA交易员 他喜欢用程序去做交易 做了十几年 也还做得还不错 同时呢 我们会用我们的历史数据 来测17年的一个盈利情况 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 交易的系统 用之前17年的K线 一根一根来测 测出一个 如果是赚钱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拿去 去参考 我们会放到群里面 然后去喊一些 用EA去喊一些单子 大家可以去跟单 然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月的 一个演示 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合作 去学习啊 或者是去追加资金啊 都没问题 另外呢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课程 会给一些VIP客户去做线下的培训 就是一套比较明确的东西 这个我有PPT 就从交易的入门到指标的学习 到交易系统的构建 都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来线下去参观 如果有悉尼客户的话 要报名的话 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扫一下 跟小住手说 想报名11月7号的workshop 就可以了 之后大家就当天来就可以 OK 今天没别的问题的话 就到此为止